最幸福的来了就是饭 你们知道在澳洲吃到饭是多难得的事情吗 然后这个沙拉也是我刚刚在煎牛排的时候 同时在旁边准备 面对镜头亲自下厨煮了一锅菜 网红爱丽莎莎近期到澳洲留学拍影片记录生活 透过在澳洲要吃到白饭很不容易 没想到下一秒她竟然做了这种行为 一大锅白饭想都没想直接倒入垃圾桶 虽然爱丽莎莎发文时有解释 不是故意煮多倒掉 是真的在澳洲吃太饱了 但这解释网友不买单 痛批浪费食物 还有人说爱丽莎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争议冒出来 她是故意想蹭流量 对此爱丽莎莎回应那个饭是忘记处理 因此赢掉不知道这样为什么不能丢掉 另外针对酸民攻击她也呛辣回应 觉得浪费的人请给我地址 以后我有吃不完的东西寄到你家好了 面对大批酸民爱丽莎莎没再怕 从澳洲返台后前往波金行程 结果又遭网友质疑事业配 对此她也直接晒出半年花费10万元单据反击 工作区也做很大 你看她是做双人的 爱丽莎莎过去争议本来就很多 不管是泰国买房还是坐票言论 全被网友言上 但爱丽莎莎也没再怕 似乎被骂也是流量密码 越被骂流量也越高 东西新闻黄石井灵州在台北报道